大家好 客户叫我10万火急赶紧过来 他说直播间正在直播 突然间就没电了 这所有的插座都没电了 这就是他们的直播间 随便看了一下 这个直播间还是挺漂亮的 说这里所有的插座都没有电了 现在直播不了了 为了不影响他们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脚落里面有一个插座 我们看一下这个插座看 我们用万样表测量一下 这个插座有没有电 测到这个插座显示V0 确实是没有电 这旁边有一个路由器 这个路由器也是没有电 其他的电源开关那里看一下 是不是跳闸了 电源开关在这个壁发后面 这个电箱有三层 上面一层是没有跳闸的 第二层有一个小开关跳闸了 那个开关应该不是插座的 这下面有一层这里有一个开关跳掉了 这是一个漏电保护器 现在也踢不上去了 是不是上面的腹部开关没有按 我们按一下腹部开关 再开关踢上去 再开关踢上去 现在可以踢上去了 我们这道直播间那里看一下 看一下那里有没有电 这一个开关不知是哪里的 这个也踢不上去 但是这是一个一批两孔的弹路器 不管那个开关了 这里要得及 我们先把这里弄好 现在这个路由器还是没有亮嘛 是不是那边又跳闸了 那肯定是他们这哪里的 实际有问题 先把这个漏电器把它拔掉 我们把这所有的用电的东西 把它全部拔掉 因为他们刚刚都在用的 突然间没有电 像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是用电器坏了 线路坏的话 应该是机力很小的 看到没有 这里又跳闸了 把这个腹部开关再按一下 那边所有的用电器都拔掉了 我们再把开关合上去 现在合上去了 这道直播间去看一下 是哪些用电器导致跳闸了 我们一个一个的跟它插上去 这排查是哪个用电器坏了 首先我们把这个路由器 把它的电源插上去 路由器插上电了 有没有看到它的灯在闪烁 可能要慢一点吧 我们先用万一表量一下 它有没有电通过来 量到这里有220V 再去看一下另外两个插座 那两个插座插到直播间的一些用电设备 这地下有一个拖线板 都插了很多东西 我们先把它拔掉 再去把这个拖线板的插头 插到插座上 这个墙角里面有两个插座 再测量一下 这两个插座有没有电 这两个插座也有220V的电 现在所有的插座都有电了 我们把拖线板的插头插上去 这还有一个黑色的插头 我们也把它插上去 现在都没有跳杂 我们再把拖线板上的所有的插头 把它插上去 这里这么多线路 我估计应该是这里出问题了 先把这一个插上去 这个是电视频的插头 我们把它插上去 现在插上去了 没有问题 这一个插头是五光灯的 我们也把它插上去试一下 现在插上去了 灯亮了 也没有问题 没有跳杂 另外这一个插头 是电源变压器的插头 我们插上去 然后一插上去就跳掉了 那就是这个电源器有问题 这个电源器就叫他们不要用了 这些电源开关 在那里去合一下开关 还会不会跳杂 这里又跳掉了 我们把开关合上去 现在开关合上去了 也没有跳杂了 好了问题解决了 他们现在可以安心的直播了 朋友们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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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